文化局每年举办街头艺人审查作业 今年还分为出审和户外实际表演等两个阶段来进行评审 这个星期假日表演艺术类有20组 是在太平洋公园草坪上展开第二阶段审查 参赛者使出了浑身解数 吸引很多在附近休闲散步的民众驻足欣赏 还加上旁边有极限单车特技展演 让现场观众是惊呼连连 为了让参与街头艺人审查的报名者 能够实地接触民众进行表演 华联县文化局109年街头艺人表演艺术类第二阶段审查 这个星期假日特别安排在太平洋公园的草坪来举行 要让参赛者可以展现舞台魅力 今天其实是华联文化局办理109年 第二次街头艺人复审的一个活动 我们在北冰公园这个曙光桥旁正式的一个举行 那我们希望说其实这样的一个街头艺人 是跳脱以往的一个这个评审方式 我们呢其实在今年呢这个在你来广场呢 办理第一阶段的一个出审 那这个出本来有86组报名 那后面呢有22组呢通过真事 那后面呢我们在这个今天7月18号 我们办理呢第二次的一个街头艺人的一个复审活动 由原来的通过22组呢 我们邀请了台湾街头艺人协会 具有街头艺人实际这个经验的一个这个评审 我们希望请他们来帮我们把关 那到时候会再从中呢再来筛选出第二阶段的一个复审名单 我们希望说街头艺人的一个表演 他是要真的能够跟观众有所谓的一个互动性 所以在这是我们的一个评审配分里面 我们特别着重呢表演者跟这个民众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这样的一个这个街头艺人审查的一个活动呢 能够成为花莲县一个定型 一个定型的一个这个常态性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来为这个空间呢 能够来增添一些这个活动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方式 20组艺人每组表演30分钟 文化局还准备贴纸让现场观众可以票选人气王 同时在旁边的极限运动场 还邀请到本县立案的团队 FreeStyle单车创演现场特技表演 吸引了许多在附近休闲散步的民众驻足欣赏 文化局表示 今年的审查更加严格 在专业的评审委员把关之下 表演艺术类只有九组过关 而审查结果最近就会公告在文化局的官网 并且发函给通过者 请报名者可以密切注意 介络会幻视报导